巅峰使命,珠峰科考有问必答 春夏之交,珠峰科考登顶地球之巅刷了屏 5月4日,青年节,13名科考队员冲顶成功 珠峰科考首次突破8000名以上海拔高度 这是人类极高海拔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一次壮举 有网友问,为什么在五月登顶珠峰 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西藏自治区气象台部台长戴华汪介绍 影响珠峰冲顶测量窗口期的探空气象因素 主要为海拔6000米至9000米不同高度的温度 湿度、风向、风速等 特别是峰队冲顶的影响更大 五月份正好是珠峰地区雨季和风气过渡的时间 气候相对会比较平和 冲顶窗口气长 所以基本上登山队都会选择这个时间进行珠峰登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闻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